啊 王冬 你 好强大 好神圣的气息 这股力量是在保护王冬吗 一老 王冬的精神之海 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会不会对它有所损伤 那是封印的利用 用来守护王冬的精神之海 不被侵蚀 封印 约浩 你不要尝试窥视王冬的精神之海 这股力量源自于一粒神石 足以让心神聚密 好险 神石是什么 所谓神石 就是神明的一丝意识 神 王冬的神石很不简单 他精神之海中的那粒神石 其原主的强大难以想象 即使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 也无法与之疲敌 王冬到底什么神烦 吕昊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只是亏是你的精神之海 对我的消耗有点大 我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早知道会让你这么累 就不要你做这事了 别在意之心 我们可是队友 赶紧修炼后冬之力 明天循环塞第二轮就要开打了 今天是我们光荣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四千年来最强的一年 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 告诉我他们是谁 史莱克 好 今天我得到探子情报 史莱克学院只来了三名正选队员 七名预备队员 啊 什么 我以后怎么试着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灭尸 对我们彻头彻尾的灭尸 花如龙 在 这一届比赛再输给史莱克 你这个正选队长 滚出皇家学院 是 哼 马老 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史莱克学院可不是傻瓜 他们很清楚 派来三个正选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小风尘 你千万不要小乔史莱克 狮子薄兔亦需全力 马老 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 人家 我明明将来到西罗洞棍场 来 接下来是千灵学院 对战是萊克学院 梦里 王天团 雷 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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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坚持两战 丙露晨学姐就回归了 太好了 我可不会输 小意思 坚持就是胜利 加油 我们一起走 请双方队长上台筹签 千灵学院在窦灵帝国排名前三 是一支拥有五环魂王坐镇的强队 淘汰赛阶段 他们的纯魂式阵容 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千灵学院队长 沈策 魂魂两皇三祖 虽然不是最佳魂魂配置 但他的武魂 是穿透里极强的强攻系器武魂 千姬矛 最麻烦的是 他们有两个控制系魂石 分别是冰属性安冷夜 和火属性威宇宴 被称作冰火双控 大家一定要小心 穆朗 真的不派人过去吗 他们同族有一队 可是有三名魂王啊 是少哲让你来问的 他放心不下 只派玉卑队出战 史莱克可能走不长远 为什么一定要获得冠军 孩子们做得很好 你告诉少哲 以霍宇浩为首的这七个孩子 将是史莱克未来千年辉煌的 典击人 这一届大赛 我就是要把他们历练出来 穆朗 您把他们看得这么高 十年磨一剑 我们要着眼未来 史莱特雪院最千灵雪院 团战 让你们见识下我的最强攻击 比赛开始 开五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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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霍宇浩 另外里面的选手是第一次出赛 看来史莱克学院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 我 我 莫非史莱克是故意制保了三名正弦队员 戒此麻痹对手 故技出事 这次不只是模拟了我们的魂环 还把王东萧萧的魂环也模拟成又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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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对手施起动摇 就等于为我们创造了心机 史莱克学院 除了那个有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号 竟然还有两名六魂魂帝 白虎公爵的长子弹药盒也是魂帝修为 意味着史莱克至少有四名魂帝作阵 开盾 杨鸣 杨鸣 宋斧 白虹 叶茂 四人都是防御戏器的文师 武魂灵溪盾 他们武魂相同 应该来自同一组门 配合会很默契 史莱克 出击 俩 我 不 不 尴尬 尴尬 分手 尴尬 这对缺乏攻击力的我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 寒冰盾 这个寒冰盾与灵溪盾结合 防御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来场炮火洗礼吧 魂岛炮台战法 原来隐藏实力的不止我俩呀 气魂魂神之下 魂岛师确实比同顶前的魂师更强 更何况 二师兄用的还是活力最大的魂岛炮台战法 南南学姐 好机会 终于控制 小哥 成功了 小哥 小哥 魂魂技能 令你双灵圈 他有魂魂 这块头部魂魂魂品质很不错 这个魂魂技能的威力 接近魂王的地理魂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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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分之可 雷亭之墓 嗯 第三分之 明知力 嗯 嗯 嗯 鸡毛 鸡燕 由我不動 烈焰之環 神之意 青年夜 烈焰之環 極致的痕跡增幅 凭借四名防御魂尸 在前方擋住對手 再加上兵控輔助 增強防御 降低對手速度 為的 就是給沈策和飛玉燕 製造聯手發動致命遺跡的機會 霍雨昂 迎接你的終結 士涵 千軍一擊 鸡魔童 靈魂衝擊 雨昂 危險 絕命之幻 絕命之幻 男神正危險 靈魂之幻 絕命之幻 好恐怖的威力 我來不及敘利第二劑了 冷夜 看我的 來吧霍雨昂 讓我看看你的真實實力 靈 靈 這是你所犯下最嚴重的錯 勇動之虐 靈 我未出散 柩 陈 你 你 又 史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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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获宇昊 王东 萧萧 都只是史萊克外院二年级学员 他们三人去年才入学 跟白虎公爵的敌刺子代华兵同一届 同年击败了代华兵诛陆所在的团队 获得新生考核冠军 这是当初在史莱克学院轰动一时 这么说来 他们确实是预备队员 就凭这样的阵容 他们竟然连胜三场 可仅仅这样的阵容 恐怕不会引起日月帝国的重视 前几天星光拍卖场的拍卖 他们都参加了吗 史莱克和日月都暗中参加了 很好 皇兄 您的意思 接下来要加码了 那千鸡毛 抵挡它可费了我老大劲了 楠楠 快给我揉揉 五官 天灵学院并不是传统强队 我们下一场的对手 正天学院才是真正的强敌 看过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后 我原本打算在与他们的比赛上弃拳的 弃拳 正天学院有三名魂王坐镇 其队长的修为更高达五十八级 五十八级 他叫叶无情 以他的修为 即使放在史莱克学院 也足以入选正选队员 五十八级 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很难获胜 原本我也这么认为 当看完你们今天的比赛后 我找到了获胜的机会 这个唯一的机会就在你 徐三十身上 我们同组之后的循环赛上 有两名五官魂王在交手 五官魂王 五十多级魂王坐镇 那其他队员 很有可能都是四十级以上魂踪 而我们这边修为最高的 也只是一个四十三级魂踪 无所谓吧 再过几场比赛 小桃姐他们归队 我们不仅有魂王 甚至有六环魂帝 把你的无所谓吞回去 学长们回来之前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捍卫住学院的尊严 贝贝 你难道想 是不是太早了 这一阶的比赛 还不是我们的舞台 羽昊他们 才是下一阶的核心 我们过早暴露并不重要 暴露 等等 大师兄 你的意思是说 你和三世学长 很有隐藏实力 你们以为我们 外院双子星 浪得虚名 在今天的比赛中 你发挥了几成实力 三四成吧 事实上 我和贝贝配合 才能发挥出最强实力 就算面对修为一般的魂帝 也未尝不可一战 太好了 那我们一定能坚持到 小桃姐他们的回归 但是只有大师兄 和三世学长 两个突破点还不够 我 王东 萧萧三人 始终是快短板 这种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老蛋上我 作为魂师 你们怎么看待魂道气 唐门游圣转帅的右印 投机取巧的道具 鬼 不熟 不喜欢 也许 在我们团队中 能够弥补我 王东和萧萧三人的短板 这届大赛 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纯粹的魂师正在变少 魂道师与魂师的结合 愈加紧密 几乎所有的参赛队员 都配备了魂道气 他们忘了魂师的荣光 魂师的战斗应该是纯粹的 自己修炼出来的能力 才最可靠 魂道气 这种就是外物 这也是史莱克学院 多数高层的想法 但你们想想 在明斗山脉 那群邪魂师引起的爆炸中 如果我们都配备了防御魂道气 结果会怎么样 那个魂道元素炸弹 虽然爆炸突然 但威力是破不了 六级防御魂道气的 如果学长们配备了防御魂道气的话 杨昊勋学长就不会牺牲了 虽说我们现在实力不够 需要配备魂道气 但修炼到一定程度 魂道气的作用就很鸡肋了吧 如果以自身修炼为主 魂道气为辅 岂不是更强大 如今 就算像玄老那样的九十八级风号斗罗 也不敢说傲视整座大陆 毕竟日月帝国那边 几位九级魂道士一直是危险 更何况 还有传说级的十级魂道士 此外 随着人类对魂兽生存空间的 不断压斩 魂魂也许会成为奢侈品 届时 魂道气就是人类强大的根本所在 唯有接受 我们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开麦场 哇 入场吧 这次的竞拍资金由学院提供 孟东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对魂道气有抵触 不用劝我 不用劝我 我自己回去想想 你们去吧 王东自幼生活在那么一个影视宗门里 对魂道气有抵触也很正常 影视宗门 奇怪 王东好像从没说过自己家的任何事情 欢迎来到星光拍卖场 星光拍卖场 是星罗帝国最大的拍卖场 今晚是魂道气专场 各位贵宾晚上好 我是星光拍卖场的拍卖师清雅 今晚的拍卖将由我主持 今晚的拍品有三到六级魂道气 是和魂王五下修为的魂师魂道师 三至六级魂道气 简直是为斗魂大赛量身定制的 难道拍卖背后是星罗帝国的推手 现在展示的是第一件拍品 我们的一号拍品是一件三级远程魂道气 魂道麻痹射线 出自一位六级魂道师之手 核心法阵经过改良 攻击附带麻痹效果 经试验 这件魂道麻痹射线 作用在没有防备的强弓系五环魂王身上 大约能令其麻痹一秒 能够短时间麻痹一位魂王 这魂道麻痹射线的价值 确实远超一半三级魂道气了 起拍价一千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十金魂币 锦牌开始 一千三百金魂币 一千八百金魂币 两千五百金魂币 一百六十六号贵宾出价两千五百金魂币 还有加的吗 两千五百一次 两千五百两次 两千五百三次 成交 你们谁来用这件魂道器 以我们的修为 配备三级魂道器意义不大 给萧萧吧 萧萧的魂力已经到了二十九级 随时可能突破 三级魂道器 交给三魂魂尊操作起来更方便 还是给班长吧 班长兼修魂道器 能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收下吧 于昊 这次竞拍的魂道器有很多 你们每人都有份 请看下一件拍品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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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下面 是今晚的倒数第二件拍品 这件拍品有一个好玩的名字 叫做奶瓶 奶瓶只是俗称 正确命名是充能魂道器 作用是补充魂力 多少级别的奶瓶 能补充相应级别魂尸等量的魂力 而这是一件四级奶瓶 起拍价六千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百金魂币 一万金魂币 两万 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一次 两万五千两次 两万五千两次 两万五千金魂币 三次 成交 嗯 嗯 接下来 是今晚最后一件拍品 它的价格十分高昂 但我相信 真正懂它的人 都会觉得物有所值 嗯 鱼头 你怎么了 好风锐的感觉 是磕刀 什么是磕刀呀 制作魂道器 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明刻核心法阵 这需要用到专门的磕刀 越是高级别的魂道器 制作起来 越需要高等级的磕刀 在座贵宾中 如有魂道师在 相信对猎榜磕刀这四个字 不会陌生 所谓猎榜磕刀 就是在全大陆磕刀排行榜上 排名前一百的磕刀 每一柄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 整个史莱克学院 也只有两柄猎榜磕刀 分别在魂道院仙灵二院长 和番羽手中 还在等什么 开始竞拍吧 这位贵宾请稍安勿躁 这件猎榜磕刀虽然珍贵 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容我说明 致命问题 在磕刀排行榜中 它排在第九十九位 但以它的实际能力 排进前三十都不成问题 之所以排名低下 是因为这是一柄受诅咒的磕刀 难道是那柄会反噬主人的凶刀氏灵 不错 这柄磕刀正是有着凶刀之称的氏灵磕刀 它诞生于三千年前的日月帝国 一名精彩绝艳的九级魂导尸手中 诞生一时 几位主人招来凶灾 令其陨落于一场恶战 此后历经三十七位主人 这三十七人 无一例外 全部惨死 生灵之机 我听老师讲过熊刀氏灵的故事 它的诅咒之名绝不是谣传 即使它是猎榜磕刀 我们也不能要 起拍价十万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千金魂币 紧拍开始 十万 好 好 这位贵宾出价十万金魂币 还有没有贵宾出价呢 于昊 你 周老师 大师兄 我有办法消除这把磕刀的诅咒 拍下来吧 十万一次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成交 今天大家的收获不错 不错 不知道王冬怎么样了 王冬 你今天这是 是 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是听大家说起混岛器的时候 心里就莫名的烦躁 在我脑海中 似乎还有另一个意识 在排斥混岛器 另一个意识 难道王冬的精神之海里也有别的存在 王冬 你信得过我吗 我是精神系魂师 如果你脑中真的有另一个意识 我可以进入你的精神之海 一探究竟 我相信你 好 那你闭上眼睛 不要抵抗我的精神力 进入你体内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羽浩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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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浩有危险 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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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 不是小冬 heits 找人kiye 大哥 小冬有危险 封印只被触发了一瞬间 小冬没事 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去一趟史莱克吧 二弟 你这是关心则乱 小冬没事 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史莱克 你要知道 他也在时刻看着呢 你是啊 不过冬印被触发也是一件大事 我们得多派几个宗门弟子 暗中保护小冬 不错 不只是小冬 替他守护这个毅历万年的古老宗门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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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涛 西涛 大comm 西涛 大概大 西涛 大概大 西涛 大概大 西涛 大 karşı 西涛 大概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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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在第一轮 我们的对手 是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 魂导师学院 近几年 新罗帝国魂导器技术 发展很快 其中 云罗学院的表性最为亮眼 循环赛有三种比赛方式 分别是团战 一对一个人战 和二二三之战 比赛当天抽签决定 团战的规则你们清楚 一对一个人战 是双方各派一名队员 进行一对一斗混 败者派出下一名队员 直至一方七名队员 全部战败 那如果出战的那个人够强的话 岂不是可以用一己之力 淘汰对方一对 如果你做得到 当然可以 二三之战又是什么 就是两场二对二 和一场三对三斗会 也是对我们最理想的比赛方式 因为前两场比赛获胜的话 第三场就不必再打 就能隐藏你们的真实实力 紧双方队长 让台上先 是来客学院对云罗学院 以一对一个人战形式进行 紧双方看出第一名队员胜台 许三十 我给你这个机会 第一场 你说 看我的 我 我叫马英俊 请学长手下留情 你要我英俊吗 没有 绝对没有 好 那我待会儿下手轻点 比赛 开始 怎么才四花啊 那个六个十万年魂魂的会胖呢 他怎么不胖 你跑什么 这个家伙又要使坏了 什么情况 许三十选手竟然跑向我场外 马英俊 愣着干嘛 快开枪啊 什么情况 要落场外会被判为失败 玄冥指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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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罗学院马英俊 调出比赛台 个人在第一场 使蓝色学院过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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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这家伙的第四魂技 叫做玄冥置幻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瞬间切换自己和对手之间的位置 这本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技能 可这家伙用起来 却往往令人无疑 虽然获胜 但是其中 许巧成分居多 史莱克 还需要展现真正的实力才行 史莱克那个四魂魂师 应该只是玉梅队员 几乎没有消耗魂力 就轻易淘汰了对方 啊 史莱克 果然人才辈出 队长 我是不是上当了 废话 云罗学院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上月 你上 是 我 美女 你 毒蛮子疑 雨昊 看好了 对方使用的就是近战混道器 近战混道器 能将强弓系魂式的近战能力大幅提升 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 就是拉开距离 一拟进山 近战混道器 啊 啊 啊 不行了不行了 我撑不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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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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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了 啊 你 美女 没事吧 我赢了 下一场吧 个人赛第二场 史莱克学院上 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 队长司徒宇 史莱克学院 徐三十 我知道你真正的实力 绝非先前表现出来的那样 作为云罗学院的队长 我希望能有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有你所愿 小师弟 看 这就是我们魂导师之中 攻击防御都最为强悍的堡垒战法 保留战法 也叫炮台战法 以魂导铠甲保护自身 魂导武器遍布全身 服役治疗性魂导器 和魂力恢复法阵 能够令魂导师短时间内无视防御 魂力持续全功率输出攻击 期划以下 统接魂师几乎不可能抗衡魂导炮台 好强的防御力 狠蛋 队长刚才的攻击 比我的魂导双刀强悍多了 他都能防御 却故意在我面前示弱 火力承开 那枚大扇子是他的武魂 黑武魂发动魂技锁定 配合魂导追踪弹 目的是攻击三十学长 无宝能力的背后 这一回看你怎么打 好快 他真的是防御系魂师吗 四级军事室 四级军事室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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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军事室 荷达到 走 扔掉他 这家伙不会又顾及重施吧 炮台战法最强的一点就是不动如山 你那个幻威技能对我名叫 这就是我给你的堂堂正正的比赛 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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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学长 好强 他的魂力等级比我还高一级 我们七人之中真要比修为 他才是第一 甘 打 我输了 心服口服 生余各任赛 云罗学院全部认输 云罗学院气泉 许来何学院寻赛时获胜 并获得各任赛 少年全部合拜 七拳 有龙学院七拳了 一串七 一串七啊 史莱克那个熟三石 相当于一串七啊 我真是小看史莱克了 那个四番魂师 虽然没有之前那个六枚 十万年魂魂的少年经验 却实现了一串七的壮举 史莱克 哥 你想什么呢 换我们上去 也可以一串七的 哎 史莱克就是史莱克 从第一站到第二站 我的信心受到了打击 你少来 你会受打击 你的信心 从来就未曾减少过 那可不一定 毕竟上一场 史莱克可是出了个六枚 十万年魂魂的妖命 哼 六枚十万年魂魂 你信吗 哼 当然不信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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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在第一轮 我们无伤过关了 你们先回酒店 抓紧修炼 周老师 我们不留下来 观察其他队伍的比赛情况吗 是啊 至少要看看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比赛吧 观察对手 给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你们要保留神秘感 避免被其他队伍看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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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有事瞒着我们 对 嗯 我觉得他故意不让我们看后续的比赛 那是 哦 有我一川七的壮举在前 后面的比赛根本没看透 不 我觉得他是担心 担心看到后面的比赛 会影响我们的心态 周老师不让看 我们也自有办法 组装完成 望远转倒器 好 现在 发挥你的灵谋技能 探测敌情 自己磨头 你 见神探测 那是 雨昊 你看到什么了 全武还魂王战队 全武还魂王 你 外面可是有几十万观众啊 要是用监目证就输了 大家不要慌 被期待 是我们的荣幸 上节大赛 我们也面临过同样的局面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的对手 比我们紧张和惊慌十倍 因为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 你 什么呀 雨昊 上台后 你负责指挥战斗 嗯 其他人 要按照他的精神探测 共享调动 雨昊 如果可能 好好利用你的第二魂集 第二魂集 雙方的人 正常 去吧 拿出你们的勇气 史莱克 必胜 史莱克 必胜 走 走 看什么 啊 好 史莱克 オ 史莱克 -请 中国 史莱克 走 香港 紀元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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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雲儀参双方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天灵勾结魂石学院代表队 史莱克 史莱克 史莱克学院这是要干什么 他们怎么没有抬出主力 有妹 代号的儿子在里面吗 这么年轻 他们是喜来克的正学队员吗 快看 这不是喜来克学院预备队吗 揭幕战只派预备队出场 背面太瞧不起人了吧 这可是淘太赛 这是喜来克的工会 唐人的荣耀 这一场 我们不但要赢 而且要赢得漂亮 要打出属于我们 史莱克学院的光辉 玉浩 拜托你了 稍后大家听我安排站位 第一轮淘汰赛 团战天灵学院 对阵史莱克学院 比赛开始 列阵 预备 经典的三二一阵型 攻防兼备 看来天灵高级魂师学院 并不打算束手待毕 咦 这是什么阵型 公 Actually 上下石 留意 Droges 快走 DE smart 占预备 让盯 林 原 among 还瞧不起人了 大家 开武魂 Com Hello 十 十万年红环 两个十万年红环 三个十万年红环 怎么回事 这就受不了了 还没完呢 四个怎么可能 再来 这 车 五个 五个来 快看 五个来 五个 六个 六个十万年红环 六个十万年红环 这是何等的妖孽 王女正强 等的就是你的巨龙刀一起 看中的妖精 黄金之路 比赛结束了 重呀 书童 史莱克捷运代表战 你记住 我来自史莱克捷运 也来自 的是 常人的女的人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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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이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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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太狠了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 他们没人能活着走下比赛台 其他队的比赛 还要不要看 没兴趣 救命啊 谁来救命啊 这场就这么摔破了 怎么第一场就遇到史莱克 他俩的婚礼都严重透支 需要好好休养 总之 这场揭幕战算是安全上岸了 小师弟的战术很成功 想用模拟出的六枚十万年魂环 震慑对手 一举即破 这次的武魂融合计 比之前几次都要强 羽昊和王冬 应该是将武魂融合到了极致 所以施展黄金之路后 才会这么虚弱 谢谢你们 为我们的付出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争取每一场比赛的胜利 傻优独 傻优独 余豪 余豪 我余豪 谁让你顺我床的 好痛 王冬 比赛结束我就晕倒了 我记得我们赢了 怎么知道我会睡在这儿 再说 大家都是男生 有什么大不了 等等 王冬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是啊 我们赢了 淘汰赛只有一轮 接下来 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恢复 只要挺过几轮循环赛 小桃姐他们这些正选队员们 就能陆续全日归队了 小桃姐 叫得好轻蔑 时间紧破 我们赶紧修炼好冬之力 尽快恢复魂力 我先去换衣服 一会儿走廊见 第一次代表史莱克学院 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上 取得了胜利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妈妈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愿在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揭幕战中成功上岸 让我们一起期待所有队员再创加剂 把更大的荣誉带回史莱克学院 我愿在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揭幕战中成功上岸 让我们一起期待所有队员再创加剂 把更大的荣誉带回史莱克学院斗魂大赛上 大方一彩 他们复兴有望 我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魂力竞产也越来越慢 星楼炒的水果真好吃 大赛已经开始三天 我看了其他学院的比赛情况 第一轮的淘汰赛 除了我们轻松出现 其他学院都可以用惨烈儿子来形容 就连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也遭到了顽强抵抗 多亏了小师弟 循环赛明天就开始了 对于循环赛 我不得不做出详尽的战前部署 为此 你们需要了解各自的魂迹 宇昊 王冬 萧萧的魂迹 相信你们在大乱斗选拔赛上 已经了解了 江南南 徐三十和菜头 你们的魂迹方便讲给大家听吗 我的武魂是柔骨兔 魂迹以初大史莱克七怪中的柔骨斗罗 小五大体一致 不过它是强攻系 我是敏攻系 更添重速度 我的前三个魂迹都是防御系 不过我有个超好用的第四魂迹 那就是 你们千万不要声张哦 菜头 翻译说你不仅在魂倒器上颇有天赋 本身也是个出色的食物系魂石 让大家看看你的能力吧 哦 我的能力并不突出啊 你们看 好可爱的帮帮帮塔啊 我的第一魂迹能将精神力提升百分之十 第二魂迹则是力量提升 第三魂迹是防御增幅 第四是魂力增幅 增幅效果为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好强烈的精神力增幅 我感觉精神力前三未有的凝聚 看来 五魂迹错过了一名天才十无其魂石 你们真是一群怪物 这算什么 我听说二年级有个学员来自九宝琉璃宗 他的魂迹增幅才较厉害呢 不一样 七宝琉璃塔虽然增幅更强 却是实实的 你的棒棒糖 只在制作的时候会消耗魂力 之后就不再消耗 菜头 你的天赋不在斗魂大赛上 千军万马的战场 才是你展现能力的舞台 以你的能力 几乎可以保证一支千人部队的补给 理论上是这样 二师兄 你好厉害啊 好了 你们回去都试试菜头的魂迹 现在 我们来安排循环赛的战术 六十七支队伍进入循环赛 分为八组 我们这一组只有八支队伍 要进行七轮比赛 目前来看 凌落尘将在第四轮复出 马晓桃和戴耀恒将在第六轮复出 循环赛有三种战斗模式 但无论明天抽中哪一种 首要一点 都是尽可能不让羽昊和王东出手 冰者 鬼道也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只要不出手 谁能肯定他们的六个十万年魂环 就是假的 霍玉昊 我叫孝红尘 记住我的名字 这 这句话 等你竞技总决赛时再跟我说 羽昊 刚才你拦我干什么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用精神探测确认过了 那个孝红尘 是一名五环魂王 魂王 他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呀 应该也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预备队员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 五年后 我们和那个孝红尘 将作为正选队员参加下一届大赛 届时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对手 我们不会输给他 无论是五年后 还是现在 这个活以后 确实不简单 这里有什么玩意里的 这里有什么玩意里